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部分是各大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第二个部分是社会工作院系的一个概况 第三个部分是专业详情 第四个部分是研究生的生情 第一个部分咱们讲一下这个哥伦比亚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学院 是最早的最老的长城堂的盟校之一 是于1754年在宁约成立的 最开始的名字是Cawston King's College 国王学院 目前为止是私立学校里面历史非常悠久的一所 一共分为21个学院 然后位于纽约曼哈顿上系区 112届到113届的位置 然后哥伦比亚大学已经是位于 USMILT排名前五的一个非常优质的学校 已经是连续数年排名前五了 它的地理位置呢也非常的方便 只要步行五到六分钟 就可以到达纽约的地铁站 以好线还有B线跟C线 如果是要去到达纽约的中程 只需要坐地铁25分钟 如果到纽约的下程 那只需要坐地铁40分钟左右 非常的方便 如果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 读书的学生 他的这个坐飞机的选择是很多的 因为哥伦它是位于纽约这个大城市 然后飞纽约从国内可以有很多直达的这个飞机 然后到达纽约的拉瓜基亚机场 或者是肯尼约机场 都是可以有直达的 然后或者说是飞隔壁的纽约新泽西的纽约克机场 然后在纽约克机场做一个chain 小火车也可以从纽约克直接 就是坐到了这个纽约的机场 所以这是一个位置非常方便的一所学校 这所学校大家都知道 在美国是排名非常靠前的学校 所以它的整个教育质量非常的高 从本科到研究生 它每一个转专业的排名在美国都是非常靠前的 然后今天我们主要说的是研究生的这个介绍 它的研究生专业在美国排名前30名的学院非常的多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社工就是在美国排名第5名的学校 然后它其他的专业 比方说会计专业 工商管理专业 还有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也是排名前20 然后还有一些学院在美国也是非常竞争 非常激烈的 比如说它的这一个金融硕士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MBA 这几个学院毕业的学生基本上也是在美国找工作 就是非常的抢手 因为它在这个美国这一边的大机构里边的认可度非常的高 但还有那个求职的这个途径非常的广 所以它是一个研究生教育跟本科生教育都非常发达的一个学校 然后可大这几百年的历史当中 它有非常多优秀的校友 有一些校友是那一个公司里边的 但也有一些校友是这个非盈利机构 国际性机构都有 然后在众多的这个校友当中 有90多名诺贝尔 90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 还有美国总统 还有就是美国的大法官 还有国家元首 都基本上是很多人都是来自于各大的这个校友圈 目前在校人数是本科生 大概是6000多名本科生 研究生的话是每个学院中生的数量都不等 它是最少的是有三四百名研究生 比如说今天咱们介绍的这一个学院 社工学院它可能也是相对于格局比较 就是它招了生的生源比较的这个小 所以它可能是三四百个研究生 但是如果说是大的学院 比如说商科或者是工程 像这种认知度更高的学院 那么它可能招生规模是 研究生是1000多名 所以每个学院它独立招生 所以招生的名额数量也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 在各大生活呢 是工作跟学习非常的方便 因为这一所学校它是没有这一个栅栏的 然后也没有一个明显的这个隔离 所以从这个学校教学楼里边出来 每到几步 你就可以直接走到这一个主街里边 就是可以购物可以吃饭 然后可以做这一个任何生活娱乐安排的一个街道 所以基本上是整个城市跟学校是融为一体的 然后在各大的住宿是比较实惠的 大家都知道在宁约生活非常的贵 基本上租一个房子 然后一个人住可能需要三四千美金一个月的房租 那如果是各大的学生呢 他包括研究生 他也是可以申请学校宿舍 学校宿舍的费用上最会便宜一些 可能在一千多美金 不到两千美金就可以有一个宿舍 然后这个相比其他的这一个 在校外住会便宜很多 当然有一些学生可以选择更远的地方 他们可以考虑去新德西的Newport 或者是Jersey City住 然后坐一个train一个火车 就可以来个大上课 然后再往那一个东边走 就是Long Island City 所以他的这个住宿选择是非常多的 今天咱们讲的是社工 社工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业呢 我刚开始从事这个职业的时候 周围的很多朋友或者说是 听企会问这是学什么的 以后出来做什么事情 而社工的确是在中国 不是特别火的一个职业 很多人不太了解社工 因为他的这个最开始的起源 并不在中国 他是源于这个西方国家 英国的地域这个社会制度 产生的一个行业和人群 然后他是完全是 为了服务于西方国家 当时的一个弱势群体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团队 然后从英国被英国的殖民者 带到了美国 所以美国的社工发展也其实是 事后于英国 但历史也是早于中国了 中国是近几十年才慢慢的 扩展起来 最开始发展的这个城市 主要是中国的香港 然后因为香港最开始是 英国殖民地 所以说他有这样的一个职业需求 然后再下来就是慢慢的发展到广州 深圳 现在还有成都 北京上海 然后现在二三线的城市 也开始慢慢有社工 这个职业的承赛 对社工的人 其实他的接触的群体很广 最小倒是 若是群体到个人 或者是若是群体的一个组织 最广是参与到整个社会 公共政策的一个制定 所以面对的群体 是什么类型都有 要学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有社会学 心理学 政治学 公共卫生 还有法律 基本上是各个层面的 就是都是需要必备的 然后读社工毕业之后 他会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工作呢 工作的场所是什么地方 主要会有的四类 一个是儿童 家庭 学校 还有一种是跟精神相关的场所 比如说精神毕业 那就是戒毒 戒烟 还有一些那一个 戒上瘾的一些那些组织机构 那就是医疗跟公共卫生 第四个就是政府 在政府里边做公务员 或者说在高校里边做行政人员 我在下面贴了一个截图 这个截图是 凡是在美国读社工的学生 他都会了解的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 这个是美国社工联合组织 因为在美国这一边要同事社工 绝大部分州会要求社工的毕业生考一个执照 所以说你要是想考社工执照 那么你登陆这个网上可以查询到很多的信息 包括说你是要怎么样申请去备考 然后怎么样去考 以及说考完之后怎么样可以拿到执照 然后再就是社工这个行业的求职 还有目前最新的资讯都可以在这个网上查到 说到社工我们会聊一下这个 NSW各大的社工 它的特色是什么 大家知道社工在美国其实非常的火 然后这个群体需求量非常的高 所以其实小到美国很小的社区大学不知名的学校 大到像各大这么出名的内科长城堂学校 都会开社工的专业 那各大的社工跟其他的社工有什么区别呢 我总结了一下吧 首先各大社工的这个求职途径 我觉得会是比其他的中小型学校 求职途径更广一些 它的课程的设置很宽泛 它有很多行政管理类的课程 或者说是社会企业管理的课程 然后你在读社工这两年期间 其实你可以修很多管理类经济学类的知识 同时各大也会提供上学位 它有九个上学位的选择 你可以在读社工硕士的同时 也可以去申请读business school law school 就是商学院 法学院 神学院 或者是公共健康学院 德商学位 然后在毕业的时候 拿两个专业的研究 硕士生农萍 所以不仅仅局限于做社工的工作 然后第二点 我觉得各大社工 他有一个很强的地方 也就是他的career service 求职 他的求职的这个资源很广 他们能做服务这一块 他们会给学生提供很多的讲座 还有很多的networking的机会 就是跟毕业的校友做联谊 然后让他们更了解 他们的这一个校友目前所在的机构 然后每一个学期办很多的 job fair 求职的战 然后给学生发很多 job listing 就是求职的信息 所以这个这一点 其实是对于社工来说 能够最大的 因为社工是一个求职导项目 所以说这两年期间 如果能够把自己的这一个人脉资源拓宽 那么他毕业之后 绝对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 同时更大的社工 那是不是咱们那边还等了会儿 对啊 等了会儿啊 喂 可以啊 嗯 各大的社工 他这一边的求职是 更加贴近于纽约的 你是先吃饭而先去啊 嗯 它是更加适合 这个纽约的这个求职的需求 首先就是说 他的这个两年期间 你有很多这个实习的机会 所以你可以是在这个实习期间 了解到很多纽约当地的这个资源 还有包括纽约的人脉 这样子会方便你之后在纽约的求职 各大社工最后一个优点呢 我觉得就是说 他的这个待遇是非常的好的 嗯 大部分的社工 可能刚出来 也可能拿的工资是在 三万多四万多美金 各大社工呢 由于这个学校的原因 他的这个工资水平会偏高 五万多美金左右 但也要看你具体从事社工的哪一个方向 如果说是在医院里边做社工 或者是做心理咨询师 那么你可能拿到的工资水平会更加高 比如说六万多到七万多美金 而这个也区别于你是否有社工执照 同时也是看这个机构的一个财力 为六万到七万多美金的工资算是文职类工作 所以我们可以做了一件比较高的一个薪水平会 好 咱们讲一下社工的这一个学院 各大的社工学院 它的这几个方向 它提供本科学院学历 MF Sabio也提供博士学历 有PhD 还有Online Master 它的所有课程都是被Council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认证的 它有七个方向 七种类型的社工 一种是Aging 就是服务于老年人 一种是Social Issues 是谈与到社会问题的制定 第三种是Family Children 就是儿童家庭服务社工 第四种是Mental Health 就是精神相关的 或者是谈及相关的社工服务 还有一种是Social Warfare Immigrant 这个是跟这个国际性的社会福利 以及说是跟移民相关的这个社工团队 还有就是School Based Service 就是在学校里边的社工团队 特别是美国的学校 它很注重在学校里边安排社工 就是在学校里边的社工 安排社工是一个固定的一个职业 他们很在乎学校里边 学生的年轻比健康发展 然后避免发生更多的一些冲突 Word of Work 这个就是国际性的社工 比如说像联合国 联合国里边也会需要很多社工作 国际性的辅助工作 目前我在网上搜的这几个学校 是在社工教育上在美国排名非常靠前的 然后哥大师在第五 同时也有很多其他排名靠前的学校 那我个人是觉得说排名靠前 可能是跟他的本身教育质量 不一定有一个明显的差异 他的很多时候是基于自己学校的特色 比如说在芝加哥或者Tan Lloyd 他们这个区域有很多的黑人社社区 所以他们可能在黑人的研究跟辅助这一块 有自己很独到的见解 所以排名也会靠前 所以这个排名可能更多的是说明 每个学校自身的一个优势跟特色 哥大师工的专业课程设置 跟绝大部分的课程设置 也都有类似的地方 就是第一年Foundation Year 第一年时候要上的课是一些基础的Core Course 基础课 比如说Human Behavior 人类行为学 还有这个Research 简单的科学研究 社会方法研究 还有比如说跟人沟通的一些技巧 这都是Core Course 同时还有一个Field Education Field Education 就是我们所说的实习 连续两个学期的实习 最开始可能一个学期只有十几个小时 然后这个实习 我个人觉得是对社工来说 帮助最大的一个点 因为通过这两个学期的实习 他会把学生安排到具体的 社会服务机构里边 社区里边 医院里边 什么地方都有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面对这一个Field Education的时候 是一个很好的提升自己 社工水平跟那个社工知识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然后对国际比赛来说 最大的方式就是语言上的一个提升 因为社工工作本身就是跟人打交道 所以投两个学期 那么你需要投入很多的时间 跟每一个美国人进行沟通 而且是社会底堂的人 然后他们有自己的一个语言表达 所以这两年呢 可以帮助国际学生很好的提升英文 包括我的英文水平 我也觉得说是头两个学期 在这个社会服务机构里边跟人打交道 得到了一个提升 到了第二年的时候 就是Advanced Year 到第二年的时候 你可能会要选择一个 你具体的一个学习方向 我刚刚说的七个方向 老人小孩 移民或者说是国际组织 你要具体到你自己感兴趣 什么样的一个群体 你想跟他一起工作 这个时候你选择的课程 那就是有针对性的 跟人的打交道 就是Practice Course 跟Required Course 完全围绕着你服务的群体 比如说你是想服务老年人 那么你上的课可能是 讲的是老年人的心理学 或者说是怎么样跟老年人沟通 然后学的Research 研究也是怎么样 在这样的一个机构 做这个认生的研究 需要具备的一些方法 而同时他的Build Education 实习也是两个学期 但是会更接近于 你自己感兴趣的方向 比如说老年人感兴趣 那么你就会被安排在 这个老年的服务机构 或者社区中心里面 工作两个学期 同时你工作的时间数 也同时几个小时 变成30多个小时 所以说社工第二年 应该是压力最大 跟挑战最大的一年 因为你的课程难度 以及说你在机构实习的 课程难度提升 你在机构实习的 时间也拉升了 对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各大的这个社工 刚才我说的是有七个方向 同时你这两年 如果你觉得学有余力 然后也想拓展自己 今后的职业选择 你还可以给你九个 九个算是装学位的选择 然后具体的在我的这一个链接里面 可以查到哪九个商学位 里面有非常火的法学院 然后工商管理学院 还有这个商学院 甚至神学院也都有 所以就是看大家自己的一个兴趣点 这五个minor 五个复修 最后我们讲一下 这个格大社工的一个申请 它的这个节制时间吧 它有两个节制时间 一个是它的priority 一个是它的提前录取节制时间 如果要申请的是2019年的秋季 那么必须要在2018年12月1号 逼将完申请 如果是final录取呢 就是最终的这个录取 那么你可能需要在2019年2月15号之前 提交完你的所有的申请材料 整个申请材料的这个材料 就在我的右边里边 主要需要的是这几块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一个specialization 你自己感兴趣服务的对象 你想在怎么样的一个 你今后毕业之后 你想在从事什么样具体的工作 那是你在申请之前 你就得想好的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仅仅关联到 你的这个online application 你的网声要怎么填写 你网声你先要在他们的 一个官网上去注册一个账号 然后你注册之后 你要填写好 自己想申请的具体的program的信息 你想从事的是什么群体的一个社工服务 还有自己的一个教育背景都会有 然后最后提交申请费 你在网声平台呢 也可以提交电子版的这个resume简历 然后把你所有的精力都罗列在上面 然后最后还有三封推荐信 这三封推荐信可以来自于不同背景的人 一个是你之前本科期间 如果你就在一些社会机构里边做过服务 那你会有一个supervisor 你需要supervisor提供一封推荐信 或者你说在一些大公司里边实习 那你需要manager提供一些推荐信 然后你在读书 本科期间读书的教授 关系比较好的教授 那么你需要一个人从examine方面 证明这个人的学术能力的时候 那你也需要教授的一封推荐信 然后三封推荐信都是可以在网声平台提交的 然后最后这是这个transcript成绩单 成绩单有两种提交方式 一种提交方式是可以直接把这个官方的成绩单 扫描成电子版直接上传到这个网声系统 还有一种是你可以直接要求学校把纸质版的材料 就寄到各大里面的录取版 两种都可以 但是一定不要两种同时做 学校里面建议你只要两种当中选择一种 而且最快的是你把电子版传到我们的这个网声系统里边 它可以提前的看完你所有的电子版的材料 然后给一个decision就是录取结果 这会比你用这个纸质版寄送会快一些 然后关于这个3S我待会还会上面有个PPT来介绍 然后托福的要求就是至少98分 亚识的要求国际学生至少7.0 但是我个人的经验就是你想申请各大这么好的学校 那么你的托福至少至少需要100多分才有可能 因为大家知道社工是一个对语言要求非常非常高的专业 基本上你的所有的服务都得通过表达来完成 所以你的托福成绩里边 你的speaking 说 还有你的listening 听 那是两块分数 学校会去考察 因为这个取决于说之后把你录进来 你能不能胜任这两年的这一个feel education 这两年的实习能不能做得下去 那对你的语言要求是非常高的 然后最后就是可能会有一场面是 当你学校看完你的材料以后 觉得说你是一个很潜在的一个candidate 那么他就会给你要求一个sky interview 然后再通过给你面谈 更了解你这个人的一个兴趣跟特征 科大的这个学费呢 算是社工里边比较贵的 可能基于它是一所私立的学校 然后政府的支持比较少 然后他的学费就是至少是在五万美金 每年都会有一个波动 然后住宿也是在两万美金左右 也基本上加起来要七八万美金一年的这一个开销 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呢 可能也会觉得说是个不少的压力 但是你在进入这个学校之后 你也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减轻自己的这个财务上的负担 比如说一个方面就是申请stipend 就是这两年的实习 你可以跟实习机构需要这个stipend stipend给的一般不多 因为这个完全是基于机构自身的一个预算 如果他愿意给 而且也有这样的预算 给一些实习生 激励更多的实习生过来他们机构实习 那么他会给每个月一点点的这个补助 把生活补助 我在这个读社工期间呢 我两年也是拿到了一些补助 金额不是特别多 可能就是一个月的这个伙食费 但这个呢 其实对于研究生的决算来说 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激励 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的方式 那个寻找资金的方式 就是Followship Followship这个东西是一种基金 它更多是基于一个具体的群体 比方说 我对你感 那个服务老年人感兴趣 那么老年人服务的这一个 这个这个话题里面 它会有一个专门的老年人服务基金 然后这些基金可能是一些具体的基金会 或者是具体的个人捐助的 所以那么这些基金呢 你也可以去申请 所以但这个申请的难度会远远高于这个staypen 这个可能对于对学生的能力跟成绩 都会有一个要求 然后最后咱们再讲一下 这一个文书essay 放到最后来讲呢 我是觉得说这个对于申请来说 特别是各大的申请 他会非常看重这几个essay里边 对自己的一个座描述 这三个essay题目 它并不是固定的 基本上它是随机的 而且它是基于你是读什么专业 你首先要注册一个账号 注册的时候 他会问到你具体对什么program 是想从事什么样具体的服务 怎么样具体的人群 然后让你选择之后 他才根据你的一个个人的选择倾向 自动的谈成 谈出这个essay小论文的要求 然后第一 他的问题很简单 但是难度非常的高 第一个问题 他虽然说问你是想 为什么想做社工 那么其实他是对你这个 之前resume的一个介绍 通过这个小的一个小的论文 把你之前的resume 串成一个给人感觉起来 非常了解你这个人的一个成长经历 你为什么想成为社工 然后你做了什么事情 你是有怎么样的一个成长经历 然后第一个文章 是想达到这样的效果 然后第二个文章 他会问你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征 去来帮助别人 那么这个的话 我觉得会专业性更强一些 这涉及到大家是否真正的了解 社工在做什么事情 很多人觉得社工就是在帮助别人 所以他会说 我曾经帮助过谁谁谁 但这些并不构成一种科学 或者说不构成一个成熟的 帮助的一个体系 特别是在美国这一边的学生 他会更了解 社工这个行业做什么的时候 那他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会更成熟 因为帮助别人 其实涉及到方方面面 就是你是怎么样了解 社会的一些政策 或者说你怎么样交通社会资源 他更多的是考核你这个人 对于社会资源的交通 对于政策的理解 还有对于一些那一个人群 对于一些弱势人群的理解 这样的问题 所以他非常考验 一个人的一个主观能动性 然后第三个问题 就是问关于有什么样的一个社会问题 你觉得很重要 这个问题呢 主要我觉得考察的还是一个学生 对于社会问题的理解 每个人对这个社会问题感兴趣的点 不一样 特别是你想从事这样的一个职业 那么你其实是对于社会问题 要比一般人要有更深刻的认识 这就是为什么社工自己专业独特性之一吧 就是他是通过自身来去调动整个社会 真正达到一个社会公平公正 所以你一定要对这个社会有深刻的理解 对于社会问题 你也要有很强的一个关注度 你才能够真正的说 你从这个职业毕业之后 你可以真正的帮助到这个社会 对社会有推动力 那这个才是考验一个人思维深度的一个题目 然后最后我总结一下 刚才我说的这几个点 然后申请社工 特别是各大社工 有几个方面是需要注意的 然后总结起来就是 你要有一个非常优秀的本科成绩 越高越好 因为这个本科成绩呢 是从来不嫌低的 所以你的成绩越高 那么你有更高的概率去引起这一个 录取老师的这个 吸引录取老师的眼球 然后再就是托福 托福一定要高 特别是针对做社工的学生 如果说你的这个托福成绩不高的话 那么你的成绩 本科成绩再高 可能都帮助不了你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 你录取进来之后 你完全没有办法升任你这两年的实习 那这样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当社工 然后第三个就是要有丰富的这一个社会实践 而这个社会实践呢 也是有讲究的 因为有些人觉得说 社会实践我就去养老院里边 或者说我就去那一个志愿者里边做些事情 那算不算社会实践 它当然算社会实践 但是并不是社工真正做的事情 社工真正做的事情 那么肯定不仅仅是这么简单 所以你的社会实践一定是要 真正能够改变一些具体的人 或者是改变一些具体的事情 而这样的社会实践才是更有意义的 同时也更能看出你个人的一个能力 而最后是对社会问题的一个洞察力 然后这个其实很关键 刚才在那个FA里边第三个题目 我也觉得是真正考验一个人的题目 就是你对这个社会问题的一个观察 那大家其实都想做社工 那做出来之后 名校的社工 那么他还更加要具备一个领导力 特别是长春层学校 他不仅仅是想培养一个从业人员 一个工作的人 他更加想培养一个领导 所以他希望你出来之后 不仅仅是做一个服务人的社工 你甚至可以做一个管理者 做一个政府人员 真正的把你想改变的社会问题 做一个改变 而不仅仅是服务于一个人 或者一个小组织 所以你要是有一个很强的社会洞察力 那也会是你这个申请的一个亮点 然后最后就是早申请 越早申请会有更多的机会 今天讲完了 有什么问题吗 有一个朋友问了 关于各大的毕业之后 中国学生的志向是哪一届 各大的毕业生 我之前有接触过非常的多 因为我几个非常好的朋友 就是各大的毕业生 也是中国人 然后他的去向呢 最开始不一样 那也是看你的一个职业的选择 最开始的时候 他们会在纽约做这个具体服务机构的社工 他们有的是在这个儿童机构里边 做儿童服务的社工 还有的是在老年人的机构 做老年人社区的服务社工 主要是在非盈利机构里边 做这个case manager 也就是case manager 就相当于是一个 一对一的社工服务者 然后他每天做的事情 就是走到各个小区里边 去跟他们的这个服务对象 他们的群体做沟通 提供更多的一个帮助 然后这样的工作 其实中国留学生是完全胜任的 而且也是比较好找 所以大部分他的这个毕业生 都会从case manager 就是当地的社区 不同类型的社区 做一个case manager 然后工作几年之后 可能每一个人的要求会不一样 那有一些人可能会选择 用了丰富的经验 有一些人会选择跳回中国 然后在类似的机构里边 在中国会做一个manager 就是做一个管理人员 或者说是做一个行政人员 把这个之前他们的一些经验 带回中国 那还有一些人 他也会一直保留在自己的机构里面 做case manager 他也可能会考虑说 再考一个执照license 然后往这个更高层的去竞争 所以每一个人的走向不太一样 有人问社工专业 对于申请者的本科背景要求 本科背景是没有要求的 我在读社工的时候 当时本科毕业的学生的专业 是什么样都有 有一些是工程类的学生 是engineering本科的 他也来申请社工 有一些是学经济学的 然后他可能觉得经济学这个东西 太过于现实了 想化一个更加human based的职业 那他也来选择社工 所以基本上对于本科背景没有要求 如果本科在中国大学就读的学生 申请美国社工 如何在国内提升背景 如果你的本科是在那一个中国就读的 那么你要提升这一个背景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做 跟在美国一样同样的事情 进社区里边 然后或者说是你做这一个非盈利机构 你这些东西呢 是跟你之后读的社工 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 然后国内其实有很多的发展的 很好的这一个非盈利机构 很大 在大城市里边 然后你在这样的机构里边 做一些相关的事情 非盈利机构相关的事情 那是可以帮助到你提升的 你甚至不一定要在非盈利机构 你在公司里边做也可以 因为它其实是 本质上是考验一个人的 交通资源的能力 因为这是社工比较考验的 一个人有很好的沟通能力 以及很好交通社会资源的能力 那是对于做社工来说 是个必须的条件 美国的NEO机构如何申请 美国的NEO是不太了解 就是NGO 如果美国的NGO 想来美国申请NGO 那这个首先要有身份 如果人在美国 然后是美国的科商 那你可以申请美国的NGO 美国的NGO非常的多 就看是你对什么感兴趣 基金会也是NGO 或者是这个社区机构 都是NGO 他们定期到了一个 Summer期间都会需要实习生 然后你就感兴趣 你就可以申请 我觉得门槛不是特别高 但你要表达出 你有相应的这一个兴趣 以及你有相应的技能 社工专业对于申请者的本科 背景要求高吗 本科背景 如果说的是这个成绩的背景 我觉得不一定很高 但是你的这个实习背景 需要非常的专 怎么说呢 你不一定要去一个 非常大型的机构 或者说国际型的机构 你才是一个优秀的申请者 或者说你更有这个申请的资本 你可能是需要 你要去一个 你自己很感兴趣的机构 而且这个机构可以真正的 发挥你自己的一个特长 比如说你这个人是 非常善于改变社会这个政策的 你也希望以后从事的是 改变社会政策的这个机构 那你可以去一些 最小的机构 小社区 或者大一些的机构 你进政府里边 做一个小的文员都可以 那关键就是要证明你 这个本科期间 你做的事情 是跟你的兴趣点是相关的 而且你的确在你的机构里边 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 那这就是很考验人的地方 所谓的背景要求高 就是你这些工作里边 你只是做一个辅助的角色 还是说你能够提到一个领导的作用 那这个就会来衡量 每一个人的水平跟能力的一个高下 一般适合本科什么 什么专业的学生申请 没有任何的限制 你本科是什么专业 你都可以申请 社会学 心理学 工程 还有生理计算机 因为这个职业非常的 非常的这个open 你进去之后 他会重新给你很多的课程来教育你 所以他不需要有一个本科很强的一个知识背景 但是归根到底还是说 你这个人是一个很会教动资源的人 同时也对这个社会问题很有看法 那这个才是真正他选拔你的一个原因 有人在问这个关于选校的问题 纽约芝加哥大城市是不是更适合社工 我觉得这个是看每一个人 不是说大城市就一定适合社工 因为我原来读书的城市也不是一个大城市 是一个中等型的城市 大城市怎么说 的确是人有多样性 然后给你的这一个工作 特别是社工这一个 以后毕业之后求职的机会更多 那的确是这样子 如果说你是从求职的角度上来说 那的确在大城市里边 你有更多的机会 见识到不同的这个社会服务机构 然后你有更多的机会 在不同类型的机构里边实习 对你的锻炼绝对是更多的 但并不是说一定要在大城市里边 你才能够具备社工的专业知识 那归根到底每一个学校 他的这一个社工的这个 开始的课程还是比较像的 但我会觉得说你在大城市里边 如果你想真正的决定在美国发展 你要在大城市里边 你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之后 毕业之后里边才要工作 因为大城市里边社工的人员需求量很高 特别是国际学生 作为国际学生 你需要到一个多元化的地方去求职 特别是你要真的是利用好 讲中文这个优势的话 那么大城市里边 你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被 实际发挥你讲中文的优势 所以大城市里边 的确对求职有更多的帮助 但是你可以通过在不同的学校里边 小城市里面也是有机会的 你把专业课学好 然后完成好两年的实习 你可以毕业之后到大城市里边去找工作 也是一样的 所以都效果是差不多 但是我大城市里边的话 那你可能找起工作来 会比别人更快 然后理解这个当地的这个资源 会比别人更多一些 也有它的优势在一起 没有问题 那今天咱们的讲座就到这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